萨达姆被抓的时候,为什么没有选择自杀?真相你绝对不知道。 在伊拉克战争中,萨达姆被美国列为头号通缉犯,宣布美军特种部队全力通缉,最后被美军抓住的时候,受尽侮辱。 但为什么当时萨达姆却不选择自杀呢?其实有原因的。 首先萨达姆的背部是自己根本没有预料到的,在自己身边中居然有亲信背叛,只能说萨达姆自己识人不明,看不错人了,在被抓的时候,居然还很意外。 其次美国要活捉萨达姆,一旦萨达姆死了,很有可能美国会背骨,这样对于美军战争的合法性就有研究了。 按照美国的说法,人民是无罪的,有罪的是萨达姆本人。 所以对于萨达姆必须要活捉,萨达姆因想找律师为自己身边,可是如果萨达姆没有罪名,那么美军肯定就没有出兵的理由了。 在萨达姆被判绞刑的时候,萨达姆要求不再投讨,他自认没有对不起人民,现在伊拉克局势并没有多好,现在很多人都怀念敢于反对美国霸权的萨达姆吧。 萨达姆 萨达姆 萨达姆